這樣一張紙 一張給看 然後兩頁 我是滿傻眼的 何而場二號機跳機 台電給立委的說明報告 薄薄一張紙 正反面兩頁 然後就沒有了 就算他說是二要 簡單二要的報告 也不可能只有兩頁 很荒唐 就是說好像 這是整個系統性的私林 但是好像整個台電 就覺得說大事化小 小事化無 那我是真的很看不下去 兩位圈頭都硬了 許日仁鴻台電態度消極 用500字交代跳機事件 其他供電危機 發電因應 隻字未提 日前經濟部長沈榕金 才對下屬三聲武令 強調核二號機再轉時 不允許啟動就跳機 撂下狠話 出事就扮人 結果加入並連發電 才一天就出包 這一計畫最重要還是這樣 因為核能安全 是國人關心的議題 所以我們一直來 呼籲我們同仁 一定在所謂的再運轉 之前一定做好系統的再接任 我的用意是叮嚀 用意是叮嚀 又給全民上了一課 沈老師每日一詞 出事就扮人 扮人兩字 應解讀為愛的叮嚀 經濟部長沈解釋 但立委可沒打算放他一馬 經濟部長應該下台 已是負責 不要用大炮打小鳥的方式 去辦一些基層人員 那是他講的話 當然我們要用這句話來 不單單是就者 同時是激勵 冤有頭至愛有主 沈容金當初嗆出事就扮人 替重啟合二背書 現在系統卡關跳庭 部長可別賴帳 記者郭欣陽 邵玉敏 台北報導